其中面向公众的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服务 这也是目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新增的服务 国家地震速报列度速报预警工程 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地震预警的网络 在重点预警区首报用时平均仅需7秒 在一般预警区首报用时10到30秒 将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为目标用户 争取数秒到数十秒的预警时间 比如今年1月23日新疆乌石7.1级地震发生以后 我们就成功发布了地震预警的信息 为应急避险提供了宝贵的处置时间 第二是精准高效的地震烈度速报服务 三是便捷丰富的信息服务的渠道 目前我们已经联合腾讯公司和国家应急广播 完成了全国微信地震运机信息服务平台的研发的工作 正在进行内部测试 将于近期上线与广大公众见面 届时无论大家使用哪种品牌 哪种型号的手机 都将更加方便快捷地 接受到官方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闭杂与广大播 entsprech 57 takiego